今天这么长时间的对话可能让大家都觉得物联网真的就像一个全身都是宝的金豆 现在呢他在无锡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但是到底是谁发现了这个金豆 谁把它带到了无锡呢 马上我们请出下一位嘉宾 我们无锡市的市委书记杨卫泽先生为大家来打开这个问号 来掌声欢迎他 其实我们特别想回溯一下历史 就这样的一个金豆它就怎么来到了无锡 是不是你最早发现了它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无锡的发展的现状 迫使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产业机构 机构比较重产业比较传统 那么我们要调高调优调清还调率 我们要找新兴的产业 其实就高兴区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 早在这个四年前这个市委 当时杨书记就给我们提出来 所以当时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微电子产业和这个光伏产业 那么两年后啊 这个产业当时已经在无锡在国内形成了一定规模 那时候杨书记又给我下任务 他说这个泽谦 咱们IC和这个光伏撒开了一条血路 归科技有了一定规模 他说在未来的这个新兴产业的培育上 能不能再有一些战略性的项目的储备 我们说是拿到碗里面还看着锅里的 就是不仅是看今天 更主要看明天和后天 每个部门的每个人可能最早接触到了 刘先生他们的这个物联网的技术 就是我们的新区管委会的招商人员和管委会的负责人 我们找到了科学院的高技术局 那么我们从网上去看高技术局的一些工作规划布局 那么看到了一个会议通知 大概是科学院对创新四期的一个对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布局 那么就是传展网 所以当时我们就打电话给科学院的高技术局所联系 那么他们就给我们了一个 告诉我们这项工作是由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 具体负责人就是我们刘海涛所长 怎么联系上的 当时联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给的是一个锁的一个总机号码 那我们也没有刘所长的一个手机或者直接的分机号码 我们联系了近两个多星期 因为他也很忙可能 也不在 后来好不容易 偶然的机会刘所长接了电话 他打了半个多月 我可以想象应该是他没有同乡时间 有的很机率很小就喷到 喷到以后呢 他的介绍呢 就是也是我觉得 蛮感动的 因为接动电话蛮多的 不仅是咱们